大家好 柱基入世了 又來了 今天大家看到柱基好cancel 我就不cancel了 因為我人還在上海 錄完節目之後 我差不多出發了 要回中山了 接著又回香港 在香港又回到中山 接著到處走 沒有說了 到處有一個很棒的議題 是啊 又是舊文了 差不多有10幾個 考了整個星期的了 就是習總書記去到莫斯科訪問 那個閉門會議四個半小時 我們現在在公開的訊息裡面看到 那個聯合聲明也好 或者我們看到它的表達出來的共識 是比較簡單的 我看下去 如果談出來的那些事情 最多都是談了一個小時 但是四個半小時來想想 選了兩個翻譯的時間 起碼它兩個人是直接談了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是談了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是所有全世界 以美國的情報部門來講 都是很希望得到這個閉門會議裡面的 真的講了什麼 我覺得現在世界上有兩個人 就是那兩個翻譯的 現在美國的情報部門可能會不惜一切代價 這兩個是最高價值的一個情報來的 因為這個四個小時 我覺得可能是影響這個世界 整個的走向和格局 所以我覺得這次值得大家去談談 大衛Sir 你有什麼看法 這件事情當然是很影響世界的大局的 因為我們看到集報會之後 就有很多的新聞就出來了 大家都相信都很清楚 那我在和那些朋友私底下有聊天的時候 我都講說 現在世界的這個大變局 是將會令大家感覺到很驚訝 很誇張 還有我的形容是用光速去改變了這個世界 看到最近有很多事情 我曾經和朋友講過 我在我們國家和每一個其他國家簽個聯同聲明裡 或者戰略合作夥伴裡面 都是一樣東西我自己特別關注的 就是數字經濟 為什麼我可以看數字經濟呢? 不是說我對區塊鏈那些是很有興趣的 我反而是對於貨幣換過一下 我是覺得非常之感興趣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各國家強大 其實你要不要說打殘美元霸權 最重要的就是說 希望世界只有一個公平性 而各國貨幣是百花齊放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矛定的 大家聽過我和雙方說過 還有很多節目裡面我提過的 我看到台灣很多的時評人都在說 就是說黃金是需要的 如果黃金的話 是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公平的貨幣 絕對不是比特幣 比特幣是一個商品而已 是一個炒賣的商品 如果它是一個貨幣 而說它是貨幣的一個架構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是錯誤的 因為它那個上落的標升 沒有一個貨幣的特性在這裡 貨幣的特性最重要是穩定的 好 那我們看回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巴西貨幣互換 是不是開始了 本幣互換的 東盟也都說出來了 我英國、日元、歐元、美元 我都要去除了 甚至是MasterCard、VisaCard 那些時候我們都不用了 我們用一些本幣結算 因為當你的整個貨幣系統 你是用了一個國家 我一個國家 我不要說美國 任何一個國家 其實都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那個國家有問題 你就牽動了全球了 還有就是澳洲最特別 法國 其實現在都是本幣交易 連西方國家五眼聯盟 歐洲 其實為什麼澳洲要這樣做呢 很明顯地 澳洲就沒有選邊站的了 沒有選邊站的意思是 它已經是可以說半脫離了一個 五眼聯盟了 我自己個人的觀感就是 法國更加不用說 代表了歐洲的勢力 東盟也有 俄羅斯不用說 大家看到 哇 你本幣交易 原來那些生意做多了那麼多 你的成本又輕了 因為我們知道美元的交易其實是很極的 我們首先就經濟層面來說 我覺得這四個小時裏面 所談的事情呢 是整個世界大局 什麼事情都談完 那這一點呢是很重要的 還有其他東西我一會兒講的 純粹就是金融貨幣這一方面呢 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也是第一步應該要談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貨幣的架構 你是很難去做的 那中東不用說 中東的其實貨幣都是一樣的了 現在全部能源的交易都是用人民幣 那當初我記得兩三個月前 我和一些朋友聊天 他說小規模而已 怎麼這麼快的 但是你現在看到呢 是哇 短短兩個月時間 你竟然全球都在用著 那中間的部署很重要 還有呢 為什麼要和普京過後才去宣布呢 那領導人和領導人之間 國家和國家之間 其實都是一個博弈的關係 這個博弈的關係呢 我就覺得 在那時已經拋定了 當拋定 做事立刻各方各面一起去做 而且你看到中東的和俄羅斯 和我們中國的那個聯合性 是很強的 那個戰略性 因為我們提到的一點 就是說 俄羅斯是中國的重心 中國也是俄羅斯的重心 重心就是說 我們的背後 你支援我 你有事我就支援你 我有事我就支援我 這個情況是有的 但是呢 現在不止 我隱隱覺得 現在對於中東來說 其實涉及的關係是更加濕入的 你看到 現在中東地區 沙特 阿聯酋那些 在哪裏報告呢 在東北 很奇怪 走來這樣做什麼 搞什麼 俄羅斯不是搞定了嗎 這個合作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說 你來到東北地方 你是拿了俄羅斯的優勢在這裏 那為什麼會被中東過來 化工 化油廠 燒石化那些 石油化工 那這個不會動了俄羅斯的院納嗎 會的 動了它的院納嗎 是吧 是絕對會的 那為什麼會一起過來呢 還有那個要針對的什麼地區呢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佈局部署呢 所以我覺得 這次跟普京去講呢 是一個全球的佈局 不是一個簡簡單單 我和中俄之間去談話的 絕對不是 可以認同柱基英這樣講的 那柱基英有什麼看法呢 這個百年來有之大變局呢 就不是今天提出的 差不多10年前 已經聽到 習仲斯基呢 在俄羅斯一次 在莫斯科那個管理學院 做第一次提出來的 就說和中俄之間要 就是互相互聯互通啊 甚至乎全世界的互聯互通 其實已經是提出了一個 新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百年 所以從這個百年呢 我們怎麼看這個百年 那百年來講 應該就是講 由二次世界大戰 到現在這個世界的局勢 這個來自一個過去的百年 那未來的百年呢 是另一番新的景象 那我們首先要看一下 什麼叫做變呢 從什麼變成什麼呢 我個人看得就是 現在經過這個世界的局勢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重新這個世界秩序 去重塑了 那為什麼會有二次世界大戰呢 那當然是講到一戰呢 一戰二戰 那一戰是怎麼形成的呢 一戰也是在看一個 過去的海拳國家的敗落 就是西班牙、葡萄牙的第一代的海拳 跟著是大英帝國 這些海拳國家的殖民主義 那他們的一個叫做 都是當時的 紅霸世界的一個霸權 那相當程度來講呢 是跟現在美國的 雖然是一個六權國家 但是也是海拳國家 因為他們的艦隊呢 發展到全球已經是第一次了 可以這樣說 他們的數量和龐大的科技 軍力 絕對是已經取代了大英帝國的了 那就是說這個世界局局勢 是從一個霸權 一個殖民主義的霸權 變成一個美帝的 他不是殖民 但是 他是會控制了你的國家的領導人 作為一個代理人 是他美國的代理人 他這個的霸權呢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是跟以前大英帝國的殖民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以前的殖民就是 我真的派一個人去 好像在香港派一個廣督過來 職民統治你 是吧 但是現在 美國的採取的做法呢 近過去的二戰到現在 近百年的時間 他已經形成了一套 很有效的機制 就是控制你這個國家的 所謂民主選舉模式 通過這個民主選舉模式 就種植了他的代理人那裡 他全方位在你的國家裡面 的傳媒啊 司法啊 教育啊 各方面系統呢 擺了他的意識形態 以及是 培植了他的利益所有人 美國他這麼多年做的事情 怎麼去控制這些人呢 不單止美國的霸權這麼簡單 不單止軍力的霸權 就是一個文化的霸權 他是將一個美式的文化 美國夢啊 各方面啊 這樣去擺 將你們那個思想 認為西方就是以美國為首 而他們的價值 就叫普世價值 那這些人在我過去幾年的黑暴啊 從我香港的 過去發生的事情 我都看得很清楚的 他們已經是深深地 令到一些 年輕人 都入腦 無論在看他們 荷里福的電影也好啊 在美國的文化 音樂啊 各方面都 都令到你覺得 這個國家是正義 是應該世界需要一個這樣的 叫做英雄 這個英雄是救了全世界的 這樣令到那些人去臣服了 還有一件事呢 他的移民政策 和他的稅收政策 全球追稅這件事 所有人拿了他的 不要說拿他的Saison 就算有六卡 都是需要向他報稅 如果不是 他就全球追稅 和可以抓你 那就是說現在很多的 其他國家的政要 議員也好 甚至總統也好 他的家族利益 他的經濟利益 都是被美國去抓住了的 卡住的脖子 就是捏著頸 所以他做出來很多的事情 是覺得令人 你是不是在為你國家呢 你是一個民選的 所謂民選總統 但是你做的事情 是在出埋國家民族 在出埋你的同胞 但是在全球化裡面 其實現在人類的 這一百年的改變 有一個多大的 就是從過去的那種叫做 一個國家一個地域 視為一個主權 到過渡到現在呢 是以人為單位 因為他從事是個人自由主義 西方給我們一個 培養到我們一個很強烈的意識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所以他們將自己個人 是擺在國家利益之前 還有這些人類的連結 已經不是以前那麼閉塞的 我可以封了你的電話 你就打那些 現在不是 是經過互聯網 是全世界的那些信息互通 我們經常上網去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都彈出很多很多 什麼新唐人啊 大紀元啊 有些什麼RAF啊 很大量那些這樣的自媒體 都是在做一些洗腦 還有歪曲事實 還有一些的煽動 那麼當時我們看的信息呢 它說得像層層一張圖 現在看到AI做圖 做到真的一樣 好像開了特朗普的玩笑 出了一個AI圖 把它好像又被人拘捕 那麼眨眼看呢 如果你沒有具備一個這麼邏輯思維 或者是懂得去批判性思維 直接去看一下這件事實 到底這個圖 和那些配物 有什麼漏洞 很容易會中招的 我們如果想一想 就可能會相信了 變成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世界的變局 需要從一個以前那些 我們相信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相信我們選舉出來的民旨政替 是那些領導人 是為我們人民做事啊 還是為他個人 現在是突出了個人那個自己的聯繫 個人的利益 所以這個變局呢 我相信呢 這次 總書記和胡錦閉門會議 說的話 好像鄭文大學說 是 美元百決 是其中一個重要議題 但是 我覺得 美元百決 只不過是 將來的其中一項的需要 去改變的手段 而真正的大原則是什麼呢 世界上現在兩個國家 就是中國和俄羅斯 是具備兩個走在一起 一加一是大於二的能量 而這個世界很需要一個 我們不需要 這個世界已經怕了霸權 就算你中國 我們相信你中國 都是抱著一個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觀 去做一個世界的強者 大國 但是其他國家 都會怕你是第二個美國的 但是如果有一個俄羅斯 加上中國 而是出了一個 互相制衡的訊息出來 其他國家 是會相信你 中俄的 共同的一個價值觀 是互相制約 不會是一國獨大 反而這件事情 是令到其他的西方國家 甚至第三世界各 都相信 這個新的世界秩序 如果有兩個國家去共同 讚捨 會是更加可信 而中俄之間 這次為什麼要有一個閉門會議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談的事情 是 第一 兩個大國 有關事大國 有經濟大國 人口大國 還有一件事 這兩個國家很重要就是 它的政權很穩定 還有國家的意識形態 是很穩定 不像那些所謂民選總統出來 政黨輪替 是可以完全 今天就跟這個國家建交 明天就換個新總統 就跟那個國家又要斷交 跟著他答應千萬些事情 又可以不算 以前跟他簽署契約精神 可以這麼說 現在在現今的西方社會 契約精神已經是不存在的 已經是沒有了 以前他們說的契約精神 只不過是用來 騙你的第三世界 你看到那個 世界貿易組織 WTO也好 WHA也好 世界貿易真組織也好 所有聯合國那些所謂的 叫做 組織 他們以前定立的規矩 浪浪上口 說得好像真的一樣 說得好像正義 現在說退就退 說不遵守不遵守 包括聯合國秘書長說的話 完全是避開了 不敢說 美國為什麼你要侵略別人 伊拉克 為什麼你要偷人的油 為什麼要侵略敘利亞 你打阿富岸佔別人的地方這麼久 是不敢提 但是一說到烏克蘭 就挖個個好像正義朋友這樣站出來 就眼都含了淚 說到烏克蘭這麼慘 俄羅斯你侵略他 但是他不說的前因後果 之前你們五次的北約 五次東抗 壓迫俄羅斯 你簽過明斯克協議 沒有去執行 這些全部都是你違約的 你違約在先 但是一個聯合國都不敢去說 說不敢去碰 而是還不斷地在這裡 扮一個維持正義的角色 這樣就講到 這個世界需要有一個 給聯合國更加令人信服的組織 而這個組織 由兩個大國牽頭 就是我們中俄 我們中俄是一個很堅定的 國家的傳統 今天是習總書記 我們換屆之後 我們相信我們國家是被人看到 那麼久都是一個延續性 我們所說的東西 那麼多年是沒有去改過的原則 而俄羅斯是在蘇聯解體之後 也都被人看到它 一個並非是一個擴張性 和一個侵略性的國家 它是一個經過了蘇聯解體之後 它是知道自己的能量有多少 它沒有想著說我要再去稱霸 因為它在這個稱霸之後就會是解體 所以它現在做好自己的角色 在它的自保 它也都知道在美國 就是叫做水了它一鑊 那時候就叫它 你靠向西方 就開了一條配方給它的休克療法 將它的精制搞垮了之後 它那時候還是以為 包括普京本身 它最早的時候 它跟著葉利欣出來 它都以為我投向西方 就可以得到入到西方陣營 我曾經有一集在《文明的衝擊》裡講過 我說過俄羅斯永遠不知道自己是東方還是西方 它一直在中間 不知道我屬於東方還是西方 它曾經試過靠向西方 但是給它痛苦的教訓 知道西方的不講道義 它跟克林頓講過 不如我進去北約吧 那它先等一下 那最後是沒有給它入北約 也都歐盟沒有接受過它 那到最後 而北約是不停地壓榨它的國家安全 所以令到普京是反省了 而普京跟我們習總書記 有兩個很大的共通點就是 我覺得這兩個是第一個強人 第二個 它是為國家民族 第三個 它是得到人民的擁護 那這個政權和它們的理論 才可以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兩個國家在一起 定了世界的格局 是具備了一個條件 那當然啦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都可能會出現一個 會不會你俄羅斯 你會是看了中國的東西呢 那中國都怕著 你俄羅斯 是不是受信呢 那但是 只要它兩個領導人 一個兩個強人 坐在一起 我想這次大家是躺開三飛講的了 那就是四四六六這件事情 如果單是俄羅斯 你都敵不過 最喜歡被人家 就是毀家滅國的 我 中國 也都在面對一個 這麼毫無底線的打壓 是已經不講到你了 總之它說你是就是 我們是沒有了國際華語權 沒有了一個仲裁機制 沒有了一個標準 沒有了一個標準 什麼不對 就是上次我們講的一集叫做 難為政邪定分界 我覺得這次習書記和普京 是為政邪定分界 他們會拿了一套出來 一套叫做價值觀 意識形態 我們這套價值觀 是不是你和我都認為是對的 那相信在我們中國的 我們的價值觀 都是依存著這個儒家思想 我們有一個正度 有一個大度 我們的大度很簡單 我令到我們的人民 生活覺得好些 我們國家是令到人民信任 這就是我們儒家治國之道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去求我們本身自己的道德做起 我相信這一堂課 可以講有些像孔子問禮於老子 兩個都是強人 可能兩個人坐起來的時候 習書記和普京 大家躺了心飛 是交換了一些 大家說清楚的 我們不是透過極述官僚 去講一些技術上的事情 而是兩個人是講的意識形態 是否達到共識 而最後達到共識 就是第一個 我們有一套這樣的道德標準 大家共同遵守 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現在這樣的做法 我們是否絕對否決了 對這個美國白權 是不再抱以任何希望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大家已經背上一戰 我們共同認可了 這個世界是要變的 我不可以讓它這樣下去 因為現在美國做的事情 它不僅是傷害這個世界 甚至是傷害美國人本身的利益 大家看到美國人權的問題 槍枝氾濫 而是那些無恥的軍火商 還要通過它的國會議員 去壓制著不讓你禁槍 還有這次在TikTok的聽證會 已經暴露了一班掌握著 美國憲法修訂權的國會議員 他的知識水平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貪婪那種醜惡 已經是被人看到 這個國家是沒有得救的 你想想這樣的議員 這樣的水平 他們收了一些 那些稅客的錢 其實這件事 TikTok就是Facebook Facebook下面Instagram 那些一大堆東西 是被TikTok影響到他們的 所以它寫了一大塊錢出來 他們扔了一塊錢出來 叫一些議員去打壓TikTok 趕他走 要不就買了他 我們買了他 你說如果TikTok拿出來賣 誰會賣 大家很清楚的 Facebook 尤其他 Facebook 只要答應了美國的最高主子 我會幫你做事 第二 你給我激烈利益 就是這麼簡單 那那些稅客在做這件事 那我相信我們 集普會裡面 是會看得很清楚 這個美國還有沒有得救呢 會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以為民主黨做得不好 會不會共和黨 出來和我們國家會好一點呢 這樣 當時 特朗普打壓著我們中國的時候 曾經有很多工資 國內的工資 都是這樣唱的 其實拜登呢 是和我們中國會好一點的 拜登呢 他的兒子和俄羅斯有利益 和中國有利益 只為會一個正常的總統上來 誰知道他做的事是一模一樣 其實特朗普和拜登是沒有分別的 真小人偽君子 他兩個都做的了 那我們現在在集譜裡面 雖然都會cover到這件事 確立了一件事 首先我們中國必須要十字相依 第二 我們一個共同的利益點 我們一個共同的價值觀 視為這個將來是一個世界格局的 等於一個十屆這樣 等於兩個先知 畫了一個十屆黑了出來 我們放了在這裏 這個十屆我們一定要兩個國家 我們要共同遵守 也需要我們的以後成計者 共同遵守 這十屆做什麼呢 就很簡單 我們提出他的文明倉議 文化倉議和和平倉議 我們中國提出這些倉議 只要俄羅斯你認不認可 而是普京是贏得到我們國家主席的信任 覺得你是一個有能力有心 還有知道是聰明人 你知道一加一大於二 所以我們可以走在一起 這個兩個半小時 我相信這幾樣東西是確立了的 還有我看到有多佩服 我們這兩個強人 即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兩個領導人 他們是不需要技術官僚去幫他們 拿數據提他們 包括一些講到科技 你看一下如果叫拜登出來說 關門沒有幕僚在旁邊 他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說那一刻他真的會肚痛 說到他不知道 他沒有指 提不到他的 因為他們兩個領導人說的 凡是像大利Sir說的 金融、科技、文化、軍事、糧食、能源 所有範疇都是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持 你才能說出口的 但是如果放在其他的國家領導人 我不相信他有這個世界有第三個人 好像我們這兩個強人 可以能夠全部不用看稿 而是真的掌握到自己國家的命運 世界的命運 對手的命運 他知道了大家的數據 知道了這個局勢 但是每一件事可以難到他們 才能夠談到四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會談 是給我看到這幾個決策點 大利Sir交給你 難怪柱基興之前就跟我說 這兩個翻譯是非常之重要 要找些人買 不是買的 是收買的 知道內容是說什麼 這個師傑頭夫才會這樣做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因為實際上太重要了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集補會之後 其實整個世界的局勢變得非常快 我認同柱基興剛才所說的 是不用看稿了 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很知道 每一個國家的情況是怎麼樣 現在究竟要怎麼走呢 是不是還要有保存一些 對美國的期望呢 這些是炮影來的 因為其實美國已經是沒有辦法 去再進一步 去令到世界去信任它 那究竟中和之間要怎麼做呢 是不是真的那10點槍耳 就可以完成了呢 我覺得是必須的 還有如果你兩位老朋友 一起坐在那裡 經過這麼長時間的交往 應該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談 需要了解到 因為現在整個局勢 說真的 差一步就差很遠的了 所以習主席在離開的時候 可以看到晚上天都黑暗的 離開的時候跟他說 一起玩吧兄弟 類似這樣的意思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臨走之前 還有的時候整個佈局 部署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已經是一個頂層的 一個國與國之間 去撼動世界的一個面談 這個面談講得兩個小時 你可以談些什麼呢 我們做節目一個小時 都已經談了不少事情了 而且深入兩個人坐在那裡 完全閉門四個半小時 去面所看到的 旁圈、客套 雙方都很認真 因為知道接下來 可能會有很多大家的觀念 會有衝擊的 這些衝擊 其實在老朋友之間一定會有 因為大家觀感不同 而且大家都是一個成功的國家 你可以說我們國家 是成功很多比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 可以管治到這樣的情況 在俄互衝突裡面 是沒有輸到 我們不可以說 它是背靠中國這麼簡單 還有它自己的決策 都是很重要的 雙方的智囊團 我想都有非常之高的水準 而且這次整個大局來說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文化 還有怎樣引領世界 走向另外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老實說 我們看到是由美國先走的 因為美國是想多極化的 本來 但是多極化在上面說 走就是美國了 但是這次的多極化 是一個變調 是所有人都是走 你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 我們是平等相待的 這次我們都最近看到很多東西 有關文化的方面 就是有關漢服 我竟然在YouTube上的短視頻裡面 就看到很多的漢服的宣傳 大家包括我助手的女兒都穿漢服 有一段短視頻是給大家看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方面呢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 還有我看到有一段影片 就很特別 不是我助手的女兒 那個女兒的那個 而是有一位中國的女士 在西方的一個地方 那幫那一位女士 就去打扮 打扮 就是用中國傳統的明朝的服飾 幫她宣揚中國文化 其實中國文化 真的是無遠佛界的 在這個 這樣的文化傳遞 我想大家就會開始留意 我們國家的那個真正的文明和文化在哪裡 還有為什麼會遠遠留場 這個在民間上我覺得是做多一點的 包括高Sir和高崇健 我們也知道他有一位助手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又有穿漢服 有很多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非常好 那剛才柱經有講到 就是我們要正心齊家 是不是 收心齊家 收心齊家自覺平天下 是的 這幾樣東西我覺得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從小到大我們都是一樣 又剛巧巧昨晚和昌叔吃飯 我都聽到這個概念 就是必需要的 一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以一個個人的利益 或者一個組織的利益 是以國家的利益去面對著這些挑戰 那現在世界上高 我們必須要人站出來 就去解決這個相關的問題 所以中俄領導人的會面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世界大局的一個開始 你沒有可能叫任何一個世界的國家 去處理或者解決這個相關的問題 因為你一定要有人帶領的 我老老實實說 就是曾經和處境又談過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我們中國人 是不是需要一個領導者呢 還是真的有人民作主呢 我的觀感就是說 無論你人民多麼團結都好 你都需要有一個領導的人 或者是組織去帶領人民 下一條正確的路 這條路走不了 那就糟糕了 你就變成一盆散沙 各自為政 大家都有看我和那眼的節目 我們講明日大月 其實很多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搞亂當的 有時候作為一個政治家 是要看得非常之遠的 遠是怎樣呢 譬如我們也提到港珠澳大橋 為什麼不在深圳過呢 為什麼要繞一個大圈 在珠海又在深圳呢 明明跟香港是最接近的 是不是 現在我們要去明日大月 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對於整個世界局勢 你要看回 喂 我們的原則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中和之間 是真的秉持著這個十界 這個界條 不是我們這一代 是之後的每一代 我們都希望秉持著這個原則去行事 這個原則 我們國家已經講過了 那四個字 就是不忘初心 這個不忘初心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最要清白世界 這個世界上也不需要有一個國家去清白世界 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想如果大家看《流浪地球2》都看得很清楚 每一個國家都付出自己的努力 無論你是日本 馬來西亞 印尼 甚至是澳洲 俄羅斯 歐洲的任何國家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專長 我們需要合作才可以進步 如果中和之間不合作 我們反而好像美國那樣 大家互相玩這個活躍 這個世界就完全不壞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利益拿出來 去和大家分享 甚至有時候損害自己少少的利益 都不要緊 我們互相談 不要說你惡了 我惡了 老老實實說 我們為什麼要有自己一個完整的工業鏈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本來我們想著 你有你生產 你有你強和 我有我們強和 但是你竟然在我短板的地方 你打壓我 打擊我 你迫到我沒有辦法 有自己一個完整的工業鏈 我有我自己強大的地方 我也尊重你強大的地方 當你研究晶片 我就研究晶片了 但是你現在迫到我 我要研究晶片 我將一些力量 花在一些 本來我不需要用力的地方 如果中和之間 變成好像中美之間的關係 我相信這個問題真的會很大 所以我很認同 全英剛才所說的 這個分析是非常之細緻 和非常之深入 因為大家看到 兩個有領導人 談些什麼呢 難道我和你談 這件事我怎麼做 那件事我怎麼做 那件事我怎麼做 當然是談一個方向 下面我們就砌出來 你頂層結構做好了 你下面去做事 你自然知道怎樣去操作 這個指令是非常之明確的 我們國家經過這麼多年的學習 大家知道我們做了中國十年那個節目 去年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做那個提列的節目 就是我們想讓大家知道 也都讓我們自己去學習 究竟中國這十年裡面 有什麼大的變化呢 這個變化 對人民來說 是不是影響很大呢 對俄羅斯來說 我相信這次經過烏克蘭危機 俄羅斯一定會去思考 究竟他要怎麼做 還有怎麼跟世界上高 建立一個非常之完整 和美好的合作關係 但是 中間一定會有大家的理念 會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看到 兩位領導人 就是在開始會議的時候 是有一點緊張 和嚴肅的 但是開完會之後 就似乎大家都在思考某些問題 不是說走了之後就沒事了 OK 大家很開心 行了 兩個 四個半小時是談不完的 還有第二次 還有第三次 要緊密地會談 但是大原質大家方是沒有問題 我們才開始走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談任何事情都是一樣的 如果整個大原質不清楚的話 你談很多細節 其實對大家來說是沒有意思的 還有不是一天之間再談 我相信之前有溝通的 現在再談就是面對面 有些事情 見面談 準備在Zoom 又或者是一些視像 聽電話去談 是差很遠 因為我可以看到你的肢體語言 你的感受怎麼樣 你是不是很認真去想做這件事 你一看就大概知道的了 是不是 尤其是兩位智者在這裡談問題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全英交給你 是的 今次出來之後 大家都看到那個片段 就是總書記上講了一句 我們一起推進 這個百年變局 其實浩經也是很激動的 看到他 我同意 跟著他開頭是握手一隻手 跟著他說我同意 跟著第二隻手搭上去 兩個手抓住習主席 加強了他一種表達的感情 你會感覺到他的誠意 和他的心情 他有多激動 可以表達到他的肢體語言 跟著這個集合後 大家看到這個世界的局勢 加劇他快了很多 很多事情 第一個說去美原法 已經不再遮遮掩掩 其實以前來說 還沒在一個集合會之前 雖然已經是有這樣的做法 有些這樣的 大家看都是這樣做 但是還有一些保留 尤其是 大家都知道 只要其次清明這樣去美原 你就已經預料被人搞了 哪個國家都是 你夠膽不用美原結算 就會面臨滅國之災 大家看到了 當年利比亞怎麼死 利比亞在北非的時候 他建立了一個非洲油幣 他說我們那些實油 不再用美原結算 那利比亞這樣的強人卡達菲 是什麼下場呢 大家得到很清楚 那麼中東那邊 夠膽不用美元結算嗎 以前 現在是明目張膽的 真的這麼說 我們就用人民幣和本幣 做一個剛才阿達維Sir說的 叫做貨幣互換協議 貨幣互換協議 其實等於撈定了一個人民幣和你的匯率 在未來這三年五年大家簽個合幅 只要在這個壓度和這個時間內 我們有固定匯率 就是我不會擔心你的本國的幣值跌 你也不擔心我人民幣會跌 而影響到你的收益 我們按了今天給多少多少 三年後五年後交收 我們都可以用 到時可以再簽一個 至少這個協議期內 是保障了你的匯率 大家應該再看心思 研究多些 做財經應該都要看的 就是中央銀行和香港金管局 是簽了8千億的港幣 是無限期的協議 而這個匯率當時是定了850 以850來換 我隨時用金管局和中央 我可以用850換回人民幣 或者中央我用850跟你港幣 對回8千億 而這個最近是去年才改為無限期的 就是一直都可以用這個匯率 這個影響到很深遠 還有香港有一個很大的應該要思考 我拿著這個匯率 我做到百萬億可以嗎 那我做一個離外人民中心 我港幣是不是已經可以 所以不再怕聯繫匯率脫歐呢 這個也是一個課題 我們金融界應該要長遠去想 因為你始終是給別人一個 叫做跟美元掛歐 他加息你又要逼著加息 他減息你就減息 那你是香港很被動 香港的經濟永遠都是跟著他們走 而我這次習普會確立了這個世界局勢 我們是需要向這個美國霸權說 香港你是不可以独善其身 香港你跟著國家走 香港要食透要讀懂這個信息 就是不要讓人讓人叫才做 這個是要我們香港人 和我們的香港政府 金管局裡面有多少個效忠對象 不是我們祖國的 好好地想想 我們團隊裡面 特首也都需要看一下 你的團隊有沒有一些效忠對象 模糊的 這次是說的 是一個打響了這個 中、俄、美 我們一個三角殺 打響了這個鬥爭的好角 我們要勇於鬥爭 面對鬥爭 如果還是和希黎這樣下去呢 其他國家已經站出來 鬥爭了 巴西 這麼大膽巴西 你夠膽不用美元結算 是吧 中東沙特說明 現在我就不用美元了 去美元化 直接好像阿大帥 那我直接中東都來我們國家投資 就是說 他還要借人民幣 他借人民幣 去投資中國的資產 他不是沒有錢的 他中了很多錢 為什麼要借 因為他說 我借了人民幣 我將來我要還人民幣 就是說我國家是需要收一些人民幣 就是說你用人民幣買我的石油 我收了人民幣 之後還給你 那些人民幣裡面呢 就變成了一個 存在在中國境內的資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軍事上 俄羅斯 是完全把他的軍事的秘密交給中國 為什麼呢 俄羅斯啟用了北斗衛星 他的北斗 俄式本身他自己都有定位 但是他的定位是很差的 相對北斗來說 軍事用途差很遠 他用得你北斗 就是說我已經無填了 我相信你了 等於他把土皮打開 你可以知道我所有軍事部署的 他所有的飛彈飛去哪裡 他所有的戰略武器 只要他用你北斗衛星的信號 就是說他已經給了我們國家最高的軍事部署的機密 給了中國 就是他已經拉開了一件飛彈衛星 給他看完他肚皮了 所以這個是他現在的一個表態來的 其實一直來講 不是說我們中國不讓你用北斗 而是俄羅斯也不敢 因為他一旦用了之後 就等於我們中國用了GPS 那麼簡單 你還敢不敢用呢 中國你在用GPS 就是說你中國的所有的信息 給美國看而已 那我們當然是北斗了 那麼這件事是 兩件事看到的改變 那麼第三件事 剛才阿大平常說了 就是為什麼中東會和俄羅斯 大家都在爭取一個客人 你們都是中國最大的買家 為什麼他們兩個都會容許 中東插著腳來和俄羅斯 在中國搶市場 那也是俄羅斯的表態 他也知道 你不會放心我 想我的臨言百分之八十都是靠俄羅斯 你可以叫中東 你叫做韋利瑞拉 你叫做其他國家 但是你保障到我多少 我就夠了 我也不希望你 你的所有的sauce 從俄羅斯來 如果不是我俄羅斯 也有國家可以住的 因為你中國 如果我辦了八十的能源 都是靠你的 我都怕有一天 你中國軍力強過我的時候 你會不會吃完我的一塊呢 將我的能源變成你呢 但如果中國是有分散的渠道進來 是不需要考慮的 我都不需要去吃你那個俄羅斯 我覺得這是很精明的一個部署 也都是說了 劉瑞瑞剛才提出一個看法 為什麼俄羅斯會容許他 我一起分我一杯羹呢 我覺得分一杯羹 反而是令到大家都安心 我不會一家獨大 大家都避免一家獨大 我覺得這件事 也都是現在在集補會之後 是出了一些表象給他看到 現在這個世界越來越亂 主要是壞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那些政黨論 造成了一些外國利益的代理人 加插在多個主權國家裡面 而是做出來的事情 他們已經沒有了無忘初心 每一個國家領導人 地區領導人 其實應該你記得做什麼 就是無忘初心 就是為人民的福祉嘛 現在他做的事情完全不是為人民 馮德羅因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但是馬克龍呢 現在都一生都是 馬克龍 是吧 法國現在一生都是 因為他知道自己已經搞不定 為什麼會搞到今天這樣 又是他臣服於在美國利益底下 做了一些很多錯的事情 歐洲放棄了美國一個 俄羅斯這麼穩定 這麼廉價的能源供應 而去買一個不穩定 和被人捏著頸又貴的美國能源 才搞成今天這樣 他們經濟的衰退 他們那些人那些 鼓吹的所謂叫什麼叫做LGPT 那些呢 又說要寡性別 又說要崇尚個人主義 個人自由主義 造成今天他的惡果 天天都示威 天天都放火 那他那時候講的 美麗風警示 現在全歐洲都是 那我相信這個八年的變局 是會由這些國家的內爆引起 而我們的省呢 台灣省已經不是我們國家的最高戰略 其實已經拿下來了 台灣已經拿下來了 台灣的民心的變化 我們都看得出來 是很快很快地在改變的 因為就是這個蔡子領導人 搞出來的 和在歐洲那些領導人 道行逆施 烏克蘭那些 為了個人利益 而出賣了國家 他們忘記了那句話 胡亡初心 他們忘記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才造成今天的惡果 OK 講到這裡 打電話 打電話 打斷了 不是說獅子頭公子打過來 反而你說些話不合聽 我就覺得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說的 現在我們國家在做的部署 是非常之細緻和廣泛全面的 大家要留意到 現在香港尤其是那個無限期的 8.5的那個匯價收回 內匯的話 其實已經跟人民幣綁定了 這個 那港幣和人民幣綁定了 還有我們特區政府的內部 應不應該 要想清楚 有哪些人還在 表面就好像很合作 私底下就很不合作 我們每一個嘉賓朋友 其實都看到這一點 我們都經常會提醒特區政府的 因為在面對這個8年 還沒有大變局 我們真的要做很多的工作 還有盡快做 這個融合是不可以等的 你看到世界各國真的在做事 因為今天我也不妨礙處境太久了 我們下一集的時候 再跟大家再談一談 相關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有限談的 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責任 是要傳達這些信息 給大家知道的 那柱基英遲下都會在他的頻道裏面 就開了一些節目 但是不定期的 很熱説一下柱基英幫忙 難道 到現在都沒有做過 是啊 我都知道 但是他經常在這裏思議一下 大家就要留意柱基英的頻道了 記住留意柱基英的頻道 剛剛開台的話就需要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的時候就給一些意見 一些看法 我們都會看一張 以前某些影片的時候 剪短一點點 好啊 好啊 因為開台的時候 都不可以唱影片 好嗎 那就給了柱基英 看一下柱基英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了 因為柱基英不會講太久的 幾十分鐘就夠了 OK 多謝了柱基英 多謝大家 再見 多謝了 拜拜